你會讓小孩吃的菜 有啊 小孩一個這個 大脾氣之類的 有一個 喔喔喔 這個我就知道 所以你認出這個蔡沐妍 她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蔡沐妍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吧 蔡沐妍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我覺得才藝小孩自己要喜歡最重要 蔡沐妍婦女 鋼桑小S Melody 才藝小孩喜歡最重要 沒有讓小孩學才藝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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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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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心如都有follow到的嘴型時事 那如果我不想學是可以啊 現在琴就丟掉吧 近期女星蔡沐妍 帶女兒上小S節目表演大提琴 被小S發現她在表演過程中 演有男色 因此性之間的育兒之道 掀起一波熱烈討論 心如在家是白臉還是黑臉 天黑 鋼琴跳不是屬於那種強迫型的 因為像鋼琴 當然一定要每天都要 你要花很多時間的練習 然後有進步啊 但我其實只是想要讓她找到自己 有興趣的 我也逼她 如果那邊一定一定要練到怎麼樣怎麼樣 那她如果有興趣 會主動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不太是很用力的 過去她說 規定她一定要怎麼 在家補聚會的時候會想要她表演 她當她表演 好像我不用跟她講欸 她會自己主動想要表演給她看 所以妳覺得想要學才藝嗎 有 她們有學 兩個都在學校的社團 有鋼琴 羽毛 球 遊行舞蹈 妹妹最近拜師學藝在學唱歌 都是她喜歡的 都是她們自己喜歡 啊 妹妹還有畫畫 然後還有英文班 欸 好多喔 其實她們社團所有的活動 都是她們自己想要的 在工作上每天要練琴的多久 拜託 老師一直跟我說 你們家要買鋼琴 我都沒有理她 我都說 你們在學校練就好了 拜託 你們功課在學校寫就好了 不要帶回家 前兩天 我第一次聽到她彈鋼琴 我說 妳真的會彈欸 因為我是全權把她交給老師 因為我小時候不喜歡人家關我 所以我也不會去管小孩 妳會讓小孩學拍子嗎 不要小孩一個就 大脾氣了對不對 有一個 喔喔 這個我是大脾氣了 我們家小孩有學大提琴 鋼琴跟大提琴都沒有 可以像節目表演你的那種嗎 她們不上節目 如果她們會有很多發布會啊 就她們自己的表演 她們都有上過 所以還OK 所以妳認識這個蔡木炎嗎 她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蔡木炎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吧 蔡木炎有來上過我們節目 我覺得Lydia很好 也是一個獨立有自信 很自信的modern woman 我覺得才藝 小孩自己要喜歡最重要 我覺得身為父母 我們對小孩的一個培養 其實就是培養出她的身心靈 要健康 要有自信 要有自主能力 要做個永用的人 剛開始她們還學過小提琴 是我受不了 小提琴妳要陪她們 經過一個非常激烈的一個過程 就是讓妳的耳朵是沒有辦法 休息 小蜜蜂都拉不好 我就算了 然後老師說 可是小蜜蜂妳要給她這時候兩年 她才可以真的蹭蹭追擊 我說不用了 不用了 我們不搞這個 我們沒有這個貼